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乌克兰表示 没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声称 数十名战俘在飞机坠毁中丧生的说法 加拿大没计划下的医疗辅助死亡人数激增 超过其他所有国家 这些曾经陌生的人想要独自生活 但又想一起生活 他们正在设计和筹资自己的社区 来实现这一目标 紧急法案裁决远不止是对贾斯汀 特鲁多政府的谴责 在警察身上花更多的钱 与降低犯罪水平没有明确的联系 请大家收看 乌克兰表示 没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声称 数十名战俘在飞机坠毁中丧生的说法 加拿大环球邮报 乌克兰否认俄罗斯声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击落了一架俄罗斯军用运输机 该机搭载乌克兰战俘准备与俄罗斯战俘交换 乌克兰官员表示 俄罗斯没有提供可信证据支持其说法 并且他们无法核实机上人员的身份 俄罗斯声称 从边境对面发射的导弹击落了该机 造成机上74人全部遇难 其中包括战俘 坠机地点位于俄罗斯的比尔哥罗德地区 俄罗斯拥有该地区的独家管辖权 乌克兰总统呼吁进行国际调查 加拿大没计划下的医疗辅助死亡人数激增 超过其他所有国家 多伦多星报 根据调查新闻局和多伦多星报的分析 加拿大已成为世界上医疗辅助死亡 采用速度最快的国家 2022年 辅助死亡占加拿大所有死亡人数的4% 高于该立法首次实施的2017年的1% 在此期间 没死亡人数翻了两番 2022年达到13000人 比上一年增加了31% 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 加拿大的没死亡人数 百分比将超过其他有类似法律的国家 例如荷兰和比利时 这些国家的此类法律 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然而 没在加拿大的快速增长 已经分裂了精神病学界 虽然一些人认为这是人权的胜利 允许个人对临终关怀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另一些人则认为 这是医疗保健系统和社会安全网的失败 他们认为 若是患者之所以选择医疗辅助死亡 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支持和护力 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加拿大独特的辅助死亡立法方法 被认为是导致没死亡人数激增的原因 与其他国家不同 加拿大法律允许医生未确诊 并正在遭受痛苦的个人提供辅助死亡 而不要求将其作为最后的选择 2024年3月 梅在加拿大的可用性将进一步扩大 已包括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个人 此举一直存在争议 并引发了人们对弱势群体缺乏保障和保护的担忧 这些曾经陌生的人想要独自生活 但又想一起生活 他们正在设计和筹资自己的社区来实现这一目标 多伦多星报 合作住房项目在加拿大迅速增加 未来几年将有三个项目竣工 合作住房社区与传统住房计划不同 他们由未来居民提供资金、规划和设计 这些社区允许居民拥有自己的房产 同时与愿意共享公共区域 并参与管理发展的邻居们生活在一起 例如 安大略省的卡瓦尔塔共同住房团队 已经购买了彼得伯勒市中心附近的土地 并计划建设一个可容纳40个家庭的社区 该社区将包括4000平方英尺的公共设施 如健身房、餐厅、商业厨房和工作坊 手工艺空间 该团队已经筹集了50多万家园来资助这个项目 其他合作住房团队目前正在寻找土地来开发 他们自己的项目 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因为土地成本高昂 而且开发商的竞争激烈 例如 多伦多、金斯顿、沃泰华和萨德伯里的合作住房团队 仍在寻找土地来建设他们的社区 紧急法案裁决远不止是对贾斯汀、特鲁多政府的谴责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联邦法院裁定政府利用紧急立法 终止卡车司机抗议的行为是非法的 紧急情况法允许政府应对公共秩序紧急情况 但该法被批评为过时且过于限制性 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包括车队行动和加拿大、美国边境封锁 联邦政府计划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 在警察身上花更多的钱与降低犯罪水平没有明确的联系 纽约时报 由于大流行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通货膨胀 加拿大各地的市政税都在增加 布兰登、卡尔加里、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城市提议增税 税率从7.5%到10.6%不等 一个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的主要费用是警务费用 这通常是大多数加拿大城市的最大开支 警察预算由警察委员会进行辩论 然后转交给市议会进行最终批准 在多伦多 有人提议将警察支出增加1830万加元 但警察局正在推动再增加1260万加元 以确保公共安全和社区警务 紧急法案的裁决设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利用紧急状态法解散自由车队抗议活动的法官裁决被人们反映不一 支持者认为政府的行动是为了保护公民和恢复秩序的必要举措 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一裁决树立了危险的先例 使国家容易受到未来叛乱的威胁 政府计划上诉这一裁决 不要指望加拿大央行在6月之前降低利率 以下是原因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 麦克莱姆坚持保持利率不变 关注焦点从货币政策是否足够紧缩转向了维持当前紧缩立场的时间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认为央行将在4月开始降低利率 但现在由于通胀上升 他们正在重新考虑这一预测 然而 12月份通胀率的飙升完全是由于机器效应 实际上价格一直在下降 表明存在通缩而非通胀 此外 过去6个月的同比通胀率已年化1.4%的速度上升 低于央行的2%通胀目标 因此 目前价格通胀不应引起过多关注 加拿大央行不能以同比通胀率为理由将利率维持在当前的5% 相反 央行的主要关注点是工资通胀 因为2023年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了物价上涨速度 然而 证据表明工资并未推动通胀 而是在慢慢恢复自2021年初以来供应驱动通胀期间失去的购买力 当极端主义活动家将左派推向深渊时 还会剩下什么? 加拿大环球邮报 所谓的电缆11号在加拿大的审判 他们被指控破坏了连锁书店Lindigo的旗舰店 这不仅仅是一种破坏行为 更是加拿大体制意识形态的反应 被告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许多人拥有博士学位 并在大学和文化机构工作 被告学者因执行国家资助和推广的意识形态 而被控密谋犯罪 这一事实令人困惑 这种情况凸显了加拿大进步主义活动的有毒状态 文章认为 左翼进步主义的崩溃已经在发生 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 许多年轻人正在转向激进民粹主义 远离进步主义 进步主义言论的分裂性 是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 文章还强调 在以色列加沙冲突面前 进步政治的自我毁灭 无论在冲突中选择哪一方 他们都在支持行为和策略有问题的实体 这一清晰的时刻 让加拿大机构意识到 与进步主义活动结盟是有害的 文章总结说 加拿大机构有选择 超越政治争论还是被其吞噬 护士活动人士的机构将幸存下来 而不这样做的机构将不会 左翼的崩溃不仅仅是信念问题 它是生活的达尔文法则 问题是加拿大的文化基础设施 在此后还剩下多少 自由派认为唐纳德 特朗普的比较对皮埃尔 普利福尔不利 民意调查显示 加拿大人并不确定 他们是否相同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 波利夫雷宇前 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ABCS Data进行的这项调查还显示 36%的保守党选民认为 波利夫雷与特朗普有相同的世界观 42%的人认为他们不同 调查还显示 43%的人认为 波利夫雷和特朗普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相似观点 这项调查是在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发表演讲警告 加拿大人民特朗普连任的危险后进行的 ABCS首席执行官大卫 克莱托表示 如果自由党能够将波利夫雷描绘成 特朗普式的人物 这些数据中有一些证据表明 他们可能会从中受益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而且没有考虑到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 冒犯他甚至进一步损害加美关系的风险 波利夫雷很少直接评论加美关系 尽管据说他的顾问正在与美国外交官进行会谈 终止安全供应药物计划的风险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许多提供药品及抢马飞 给阿片类物质使用障碍患者的安全供应计划 由于合同将于三月到期 面临终止的风险 这些计划的批评者认为 他们延续了药物成瘾问题 然而 证据表明 安全供应计划可以减少过量死亡 住院和对医疗系统的经济负担 尽管加拿大国内过量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但政府尚未表明 是否会继续支持这些计划 SEFI研究人员获得资金用于研究 将二氧化碳储存在多孔岩石中 加拿大环球邮报 西蒙菲沙大学教授Shahin Dashgard 已获得近90万加元 约合66.6万美元的拨款 用于研究将包括Svant在内的公司 从工业烟囱捕获的二氧化碳 注入温哥华多孔沉积岩中 这一举措将防止二氧化碳泄露到大气中 从而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二氧化碳可以以压缩形式运输到 阿尔伯塔省的地下储存项目 或不列颠哥伦比亚东北部的碳封存项目 但Dashgard认为在当地储存二氧化碳 在经济上更可行 并且能够限制泄露的风险 新民主党领袖Jab Mitzing 将什么比作涂满油的摔跤鱼 参加本周的新闻测验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 以缓解国际学生数量增加 对公共服务和住房带来的压力 到2023年底 加拿大的国际学生数量 已迅速增加至100多万人 这些措施包括 对新的学习许可证实行两年限制 限制毕业后工作许可证的资格 以及对学生配偶工作许可证的限制 此外 纽芬兰省议员肯 麦克唐奈要求对贾斯汀 特鲁多进行领导层审查 但后来撤回了他的声明 一个公民社会需要扎实的公民教育 加拿大环球邮报 阿布克斯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三分之一的成年加拿大人不记得 在小学和中学上过任何公民课程 调查还显示 那些不了解民主制度和政府的人 不太可能投票 此外 另一项针对加拿大教师的调查发现 超过50%的教师 表示他们缺乏足够的公民教育培训 文章认为 随着加拿大当前面临的危机 例如 Covid 19大流行和对民主制度的日益不信任 加强学校的公民教育至关重要 加拿大对外国干涉的调查即将开始 这是利害攸关的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将开始一项公开调查 调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 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了过去两次联邦选举 外国干涉委员会由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Justin Trudeau于去年成立 此前曾试图让前州长大卫 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将军调查此事 调查预计将持续数月 由魁北克法官Marie Jose Hoek领导 调查的目的是审查和评估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外国干预 以确认2019年和2021年选举的完整性 第一份报告应于5月3日提交 第二份报告将于12月31日提交 这项调查是在人们担心加拿大政府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外国干涉问题之后进行的 媒体报道引发了对公开调查的呼吁 特鲁多最终于2023年9月同意了这一要求 英国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因奶酪问题而破裂 英国每日电讯 由于对奶酪和牛肉进口存在分歧 英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取消 英国每年向加拿大出口约200万公斤奶酪 贸易谈判的破裂意味着英国奶酪制造商将面临高额关税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曾承诺保护加拿大的乳制品行业 而英国官员不愿放宽对激素处理牛肉的规定 贸易谈判的破裂还将影响英国汽车制造商 因为向加拿大出口英国汽车将更加昂贵 英国对加拿大奶酪配额系统的访问权于2023年底到期 而在4月份之后,向加拿大出口英国汽车将更加昂贵 尽管贸易谈判破裂 英国已经与加拿大签署了一项延续协议 允许大部分贸易继续正常进行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这里的常驻观察员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争端 乌克兰否认了俄罗斯声称的一架军用运输机 在坠机事故中造成数十名战俘丧丧生的说法 这场争端引起了国际关注 并引发了对这一事件的调查需求 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证据来证明俄罗斯的说法 这表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 并需要国际社会的干预来解决这一争端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的Mai计划 根据最新的数据 加拿大的Mai死亡人数正在迅速增加 甚至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 这一统计数字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些人认为这是人权的胜利 允许个人在生命最后阶段做出自己的选择 然而,也有人担心 这种快速增长的Mai死亡人数 可能反映了加拿大的医疗保健系统和社会安全网的失败 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以找到一个平衡和公正的解决方案 此外,加拿大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住房模式 即合作住房社区 这些社区允许居民一起资助 规划和设计自己的住房 并与愿意分享公共区域 并参与管理发展的邻居们一起生活 这种新的住房模式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 并促进了社区的互动和合作 这将是未来住房发展的一个有潜力的方向 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类似的项目出现 在加拿大的国内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有关政府应对抗议活动的裁决 加拿大联邦法院裁定政府利用紧急法案 终止卡车司机抗议的行为是非法的 这一裁决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并对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了质疑 这一裁决的结果将对未来的抗议活动 和政府的应对策略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一问题的进展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的经济情况和央行政策 加拿大央行决定不在六月之前降低利率 主要原因是通胀压力的上升 然而 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一些经济学家和金融家认为央行应该降低利率 以刺激经济增长 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讨论和研究 以找到一个平衡的解决方案 总而言之 今天的新闻充满了各种有趣和引人注目的故事 从国际冲突到社会问题 再到经济和金融政策 这些新闻反映了 我们所处的多元世界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我们需要持续关注这些问题 并积极参与讨论和辩论 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最后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参与讨论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争端有何看法 你对加拿大的MAY计划有何看法 你认为合作住房社区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吗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观点 我们期待与你进一步的交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下次再现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葛众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